什麼? 臨小小新的那張藥要加百分之八十嗎? 我沒聽錯吧? 我今早聽了經理人這麼說 我也嚇錯了一跳 她是新人而已 新藥交了兩成給她 她也偷笑了,是嗎? 夠膽開八成這麼大咬? 我們之前給她出鏡費 真的低了一點? 神都考納明目 要她設計菜式 幫她揮到舊顧問費吧 什麼考納明目? 顧問費是要給的 是呀,如果不是計算顧問費 她還賺得比以前還少 她也不做了 那那些漂亮衣服、鞋子的肘子 還有,廣告箱送給她 戴她們的首飾呢? 你應該灌輸給她 那些都是錢 應該要計算內格 士生,臨小小是股監製的主持 她身分這麼尷尬 這些事不如交給我們做吧 我想臨小小也不是那麼計較 這些應該是她經理人的意思 她的婚約什麼時候到期? 就在三集婚約了 從我們這行 說到尾都是看誰需要誰 那些新的婚約 看一陣子再跟她談 就是說,我們沒有回覆她 等過一陣子她的婚約快離遠 她的經理人會怕 就會主動療我們 那我們就有話事權,是嗎? 辛苦你了,顧監製 是,你是跟她談 那你們是拍檔 每天對著她知道我們跟她在角力 一方面你又要保持中立 一方面你又要哄她 把好東西都吐出來 也不簡單 阿神會做的 不過我也要做定兩手準備 你在訓練班裡找個新人出來 你意思是找人頂太林小小? 不,她真的不肯續約 我們也有新人隨時頂上 這個世界就沒有誰沒誰不行 你捧紅林小小 一樣可以捧紅第二個 其實今天這個製作會 你不用離開也行 我不來看著怎麼行 Benny給了一份約他們幾天 一點聲氣都沒有 也不知道他們想什麼 我來看撐她這場和給她點壓力 KBC對真的肯定我們第七位有興趣 你馬上剪個韓版的宣傳片 盡快說韓國那邊 好 好,今天我很忙,大家有什麼事快點說 翠先生… 還我來… 先教你 幫主,今期回望歷史 我原本想介紹青花池 但是剛剛發現有個節目撞了 我想改寫白玉池 分別不大,做彩友 用唐三彩做樣子 曲曲有,阿兒 原本打算在露天茶座上 拍攝最後那段訪問 但是他們不肯借給我們 找張總姐跟別墅拍吧,阿通 原來娜姐也預約了翠翠姐 我們換盈盈姐行不行 盈盈姐不適合做她的角色 我和天娜姐談談,到她明白 私食爛頭桌的場景困難了 要一批錢做過 你做不像新甕製的場景 就用私食爛頭桌的場景來頂吧 我不管你什麼理由 總之新甕製的那邊要揹一半 那就是幫著你也肯出一半錢 聽到就行了,還問 對了,沒什麼,散會 下午課時入席,我已經想了幾個帳 你拿著東西,沒事了,散會 還不走? 你怎麼搞的? 有什麼問題? 你不覺得有問題嗎? 這份工作就快結束了 他談又不談,罵又不罵 那算是怎樣? 不行,我今天要他給我交代 走… 我知道這麼急找人,有點難度 幫幫忙,你等等 我是Gluston 我在找一個新人 做個形象健康和進屋 好,好,遲些聊 不好意思 我想去幫我八時入席第二輯 做主持 你不是打算找人頂阿世嗎? 不用美女 最好會煮東西和收拾 你知不知道他為了幫你 他目了多大的危險 一把年紀才來轉學 放棄有保障的會計不做 就要做一份前途未卜的工作 你知不知道他犧牲有多大? 他為了保持你,要他保持的形象 他不可以過正常生活 找到淑儀姐當然最好 他現在頭髮亂一點,他不敢出街 說怕不影響你的節目 走步路說句話都要想過度過 他為了做你的女廚神 他不可以做臨小小的 不好意思,你再說一次 好 走了 走去哪裡? 買菜 還買菜?你聽不到嗎? 他說找人代替你 這是他的決定 當然了,我只剩下最後三集 一定要做得很好看 好頭好味 也不知道我古曉晨 看著淑儀少了些什麼 都拍了這麼久了,還成一塊雲 一個這麼簡單的訪問 也NG這麼多次 他真是很不行 在廠裡真是氣死人了 哪一部攝影機拍他也不知道 差點連鏡頭也不會看 弄得我要逐句拍 那為什麼你會用他? 我看他在八時入籍 反應這麼好 就以為他是好事 可以 那他是好事 一把年紀才來轉學 放棄有保障的會計不做 就要做一份前途未卜的工作 你知不知道他犧牲有多大? 他為了保持你 要他保持的形象 他不可以過正常生活 他為了做你的女廚神 他不可以做臨小小的 回來了 謝謝唇哥 回來了 來, 把飯給你 林小小沒上來煮飯嗎? 他說累了, 不上來了 就算他不說累 我也不好意思 經常叫他上來煮東西 我又給他火食費 你不知道 他當了主持之後 為了打算你的節目 經常吵架 他真的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他有幾天 臨人去街市收檔時 就去逛街市 你是不是貪過那個時段 魚比較便宜 現在他出了名 一到檔口 人人人人都捉著他拍照 他又固自形象 連街市也少走 他豈不是很沒人 之前細姐說人家減額的方式 就是逛街購物 而他就是逛街市買菜 以前我跟他逛街市 他很開心 上次我跟他逛街市 他就心不在言 他的腦子飛去拍攝那裡 稍後又說這些東西 觀眾喜不喜歡這些呢? 稍後又說 一小時可不可以煮得完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 說拍出來好不好看? 謝謝, 綜藝科的好點 給我可以, 謝謝 謝謝, 還在這裡? 細姐真厲害 沒做一陣子都還這麼熟手 當然了, 這陣子賣大帳 如果不是細姐在這裡 祖安沒這麼空就去老公吃飯 你在這裡幹什麼? 祖安說不跟人家賣大帳 所以我就幫忙 你記得你是綜藝科嗎? 沒關係, 反正只是放飯時間 而且還給自己一個機會 看看雙手還會不會按計算機 原來還沒生鏽 看來你不是故意做給我看的 你知道我不會這麼無聊 其實之後打算怎麼樣? 你不想當主持嗎? 煮東西不是你的興趣嗎? 坦白說, 之前我真的沒什麼想法 但是自從上次Bendy來我家吃飯 他有他說合約, 我有我煮飯 我才發現原來我用了四小時 去熬清雞湯 用了整副心機去炒蟹, 做蝦碌 自從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已經很久沒試過用了全副心機 去做一頓飯 很舒服、很享受 所以我在想 回來會計部也可能是不錯的 阿西 幹什麼?交通報的那條帳 我弄好了, 你查一下 很大, 真是的 好, 真是的 蝦蝦可以就這樣泡在這兒啤水 我們拍的時候可以用 食材的感覺是不是要補配? 我隨時來就行了 小姐, 你從來開到這麼大的啤水 我們收音會收到水聲 到時候只會收不到人聲 對, 我差點忘了 我只想快點搞定食材 待會我們可以快點開始拍 其實不會差太多時間 我想你們有多點時間拍 想漂亮就過來印麵油 我先去補一補妝 我之前替寶眠姐拍攝 你又不在這裡 我麵油紙又沒有筋在身上 超酷的 是, 你的腦袋不是用來記著 戴麵油紙這些東西的 雖然我知道你是哄我 但是聽起來也很舒服 我真的不是吃幕前這行飯的人 接下來你幫八時合席找新主持 一定要找一個有經驗, 背稿 對著鏡頭不會發瘋 只會煮, 真是不行了 怎麼今天好像很安靜? 誰知道他在讀下七八時入城 找誰主持 阿神 時先生, 正好, 找你 甚麼事 我想談談林小小的藥 他肯減價嗎? 時先生, 你最多肯加多少? 你上次說好了 兩成他應該偷笑 如果兩成他肯定, 你真的偷笑 不過你手指咬到哪裡? 三成, 最多的 這樣, 師先生, 五成 如果你堅持三成的話 差壓在我人工裡扣 何苦要這樣曬我 相信我, 休息一下 他一定妥協的 像你所說 這個世界看誰需要誰比較多 現在林小小有我們需要的東西 但我們沒有他需要的東西 我們這麼需要林小小嗎? 他開那個價錢 可以請很多升級大廚來的 是, 外面的大廚很專業 但他們是那些穩食技兩 千篇一律, 一板一額 但林小小就不同了 他好像跟朋友閒話家常 給了一種很輕鬆的感覺 阿神, 你會不會… 不是很客觀嗎? 你就當我主觀 但林小小為主持我們的節目 連自己唯一的興趣也犧牲了 連幫家人煮一頓沒有壓力的飯 都變得很奢侈 加35%就可以了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偉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都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記得like和share